大家好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88理财永芳 给您财富恩赐方 你好 我是芝芸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我们的 合格正旗双证照 同时也是会计师三官王 我们的张承昊 浩哥 晚安 大家晚安 还有华信头郭总经理 谢王恩 文哥好 大家好 另外我们还特别请到了 财经的名嘴 我们的专家汪洁明 洁明哥好 好 好 来 这个我们赶快来看 今天帮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 待会我们就要请洁明哥 好好来说故事 川普进入白宫 让市场一夜惊魂 但是好像惊魂了一下之后 现在开始发现 是不是大行情要来了 到底这个川普 他可以进入白宫 这背后代表的是 美国的经济状况 出了什么问题 另外还有他的政策 会怎么样牵引大家的投资方向 待会要请洁明哥来帮我们讲清楚 再来待会浩哥要帮我们看大盘 台股今天已经回神了 大家想说好棒好强 但是浩哥告诉大家 好像没有想象中强 就此可以放心吗 那可不一定 到底怎么看盘呢 待会要请浩哥来好好说清楚 另外政策题材的部分 还有哪些 待会浩哥一命让他选股 当然文哥在现场 今天要好好帮大家解解 您的投资难题 好首先呢我们先赶快来看看 这个是要有请洁明哥了 我们来看这个是昨天 其实也给大家看到了这张图 昨天就看到了我们的川普当选 选举人票是290票 那希拉人是232 所以你看起来感觉 好像悬殊的差距 是 没错 为什么这么悬殊的差距呢 就是因为整个美国市场在大迁移 就是怎么说呢 事实上这一次 民主党真的亏大了 因为民主党以前铁票区 除了你看到这个蓝色部分之外 我们看到西岸跟东岸 那在早期连这五大湖附近的 也都是属于民主党的 所以这边全部都他铁票区 西根州 伊利诺区 都是他属于五大湖 是他的铁票中的铁票区 所以这次选举多了一个字眼 叫做铁秀 为什么铁秀呢 就不是铁票 为什么 因为这边都是所谓钢铁汽车 对不起 重工业 像克里夫兰 底特律 对不起 现在都是空城了 所以这些人都已经移开了 他们把愤怒留给了民主党 那么其中比较特别的事情 是在这个南方的几个城市 原本也都是属于民主党的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 西维尼吉亚州 那边盛产是煤炭 结果我们这位欧巴马就有一天说 我们要发展绿能 不得了了 这个煤炭就会关掉 可是你要关掉人家煤炭厂 人家是采了一辈子的煤炭 除了采煤炭之外 他们懂得还是采煤炭 那怎么办 就空城 就城就方会了 那有个城市就这样子 原本是煤炭都是盛况的时候 那边有百货公司什么都有 结果就在这个选前的一个月 才刚刚关掉最后一间的这个超市 连超市都没有 因为人都走了 因为没有矿业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欧巴马效应 所以就是说原本属于他的这个铁票区 像还有一个地方就宾州 宾州以前也是属于民主党最重要铁票区 那个希拉蕊最后一站就要宾州 然后还有很多年轻人上去跳舞 就是一定要替希拉蕊就跳完之后就输了 所以宾州也阵亡了 所以他连铁票区全部生锈了 那为什么生锈都没有来谈谈看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他整个板块的挪移 大家本来还一直看那个摇摆州 后来搞了老半天 连他的这个铁票的地方早就已经掉了 真的变铁秀区 来 我们来看到你从选举人票 你会看说觉得说这个选情叫悬殊 但是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我们来看他们得票数 希拉蕊这一次得票数在这里 这个59926386 好 然后我们看到共和党川普得到这个 59698506 好 这已经数字非常多了 总之呢 其实希拉蕊比川普拿的总票数多了12万票 对 没有错 这里面其实当时 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字代表 如果这两个人是选台湾总统的话 希拉蕊赢 所以民调是对的 民调当时说这个希拉蕊是赢过了这个川普 但为什么他们的选举人票数 怎么会变成川普大获全胜 好 这就是美国的悲哀 因为现在美国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他们其实人口早就已经离开了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底特律 就是大家就知道 那边早就是空城了 对 可是空城人已经转到了LA 有人转到了这个纽约 所以纽约跟LA的人口变多了 对 那这些本来就是支持民主党 他们到了这个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张来看 这些地方本来他们当初的选举人票数 都是依据当时他们的人口 比如说这个地方多少人 我就给你配一定比例 结果这个地方 因为他的工业都已经衰退了 人都跑掉了 但是他的选举票 人数票还是这么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这边拿到极高的票数之后 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因为选举人票早就已经失衡了 原来如此 所以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倒霉的事情 不是发生在他身上 以后可能还常发生 以后还会发生 除非他们调整 把这个人数跟选举人票重新调整 不过这是大工程 以现在共和党大赢的情况下 他可能调整的几率就不大了 很恐怖 所以可能以后会经常发生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票数是赢的 但是我输掉了选举 是的 很有可能 再来我们就来看到了 这个是当初的民调数字 我记得在这个选举开始前的 前一天晚上 我们还在这里告诉大家 那个民调最后状况怎么样 连赌盘都赌希拉蕊 因为用民调去赌盘 结果搞半天 你看最后居然得票数是整个完全交叉 为什么 是因为大家觉得民调上 我要说我支持川普 觉得好像没面子吗 是这样吗 对有很多的说法是因为说 因为川普太疯狂了 所以只要说我是支持川普 的时候会觉得很丢脸 可是其实真正背后的因素是什么 民调公司恐怕是 未来最快速消灭的公司了 我们现在台湾做民调 要公布那个sponsor 就是现在的民调 我们台湾的民调公司 你要公布你取样的人数 然后取样的年龄层 还有取样地区 最后一项 还要公布是谁支持你的 这个民调是谁支持 你知道这些主要的媒体都是谁 都是犹太籍的人 都是支持希腊 对 因为川普说过 他永远不会去碰中东的事情了 他不会再去介入到这些 以色列他的周边的事情了 不管你了 对 因为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说美国人在美国 好像很厉害 可是到中东的时候不敢讲 自己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就说 因为你一天你当世界警察 所以他做一件事情说 他就跟这些 这些他们选民说 以后我绝对不会是世界警察了 所以我以后不会派兵去保护中东了 对这犹太人来说 开玩笑 这怎么可以 而且你知道他又惹毛犹太人 因为你知道我们犹太人背后 很多像巴菲特等 他们巴菲特是受险公司的大老板 所以在纽约 就是库华尔街里面 很多的银行保险金融 背后的老板是谁 是犹太人 好 那你知道他曾经 叫联准局主席 说你看你就是为这些人服务 你把利率加这么低 让他赚到很多的钱 那因为他说话比较粗比 他加了一个F开头 K结尾的字 你看你让他赚这么多钱 所以犹太人想说 你是怎么样 是要把我的铁饭碗给搞掉吗 所以这些当然民调做起来状况之下 一定要说服 说服大家 最夸张是27比1 还有民调做到27比1 希拉蕊是27 然后川普是1 如果按这样赌牌去做 因为输到裤子就掉了 所以我们看到怎么会这样 原来民调公司可能背后大老板 都是挺希拉蕊的 好 所以最后结果就这样 但是最后投票出来之后 大家说形容支持川普的三个字形容 老 白 男 老年人 中高阶层的 中老的 冰州 冰州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最老的吗 对 他那是老 然后你还有一件事情说 一般我们在说 就是当一个城市破落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是先走的 老人家是不会先 不会离开 所以也就是说中西部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说真的 川普是运气真的好 比如说东勇会解释 他为什么运气那么好 那因为年轻人都离开了乡镇 所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家 那这些老人家 最后又左右了选举人票 所以老是这个地方 冰州就是最重要的范例 年老的选民支持 没错 第二件事是白人 因为讨厌移民嘛 对 你开玩笑 你把我的工作全都拿走了 所以这些白人就是大奋起说 我一定要支持川普 那当然男性就不用说 因为这个川普就是一个 很man的样子 可是事实上 在选举前有一个讯息显示出来 就是因为他连续打了一些 所谓Twitter 就是我们说的 一些非正式媒体广告 那有许多的女性站出来说 他嘴上说的是这么一句话 但心里头他是爱我们的 其中有一位律师 他就说一句话说 当时他在改变西城 你知道纽约有个西城 在早期的时候 在80年代 7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他的第一统计 就是纽约西城 现在纽约西城 那个city很漂亮的 就是他改造 他是把整个老街全部 川普最会改造 他就地产大风了 没错 那个律师 那个女性律师 一直找他麻烦 但是有一次 因为他最后还是接受 那个女性律师说法 那有一次 那个女性律师在跟他 谈事情的时候 他是他死对头 他竟然走到前面说 这位律师你一定要支持他 因为他是厉害的 She is tough 他很厉害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嘴巴上面说 但心里上他是为 他是很知道 他目标要什么的人 所以他这次其实争取到了一些 他自己可能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些 没错 是的 对 好来我们来看到了 那他已经当选了 所以接下来才是最重要 首当其冲 就是大家一直想 12月还生不生息 因为他就说 我就是要把你叶伦给fire掉 大家记得他那句名言 对不对 You are fired 他就要fire那个叶伦 现在可能叶伦 他已经在开始写辞呈了 因为最新的 就是最新的媒体显示 他可能做不到他任期 2018年了 他可能就要提前 就要先递上他职审 因为事实上 我们这样讲 在之前 包括葛林斯班 还有这个前任的 这个联准举主席 他们都是提前就交棒 他们并不一定要做到任期 所以在政党轮替的时候 自己就走了 对 他自己觉得 OK 我跟我的总统 我们的理念是不合的 那我宁愿选择去走人 那因为现在 他就已经被羞辱说 他就是为了 这些金融业而存在的 那你要知道联准局主席 其实他位阶是非常高的 如果他被人家说 他是一个不公平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 他十二席理事 他开会的时候 怎么可以去一言九鼎 所以他现在 叶伦的这一期的任期 是最多放话的任期 所以他其实现在 角色有点尴尬 尴尬 那我们刚才讲说 没有错 选前 因为股市期货大跌 曾经说升息的几率 降到40% 但是如果连续涨三天 现在已经涨了 涨到第二天了 今天会第二天 所以如果股市又涨起来 创新高的时候 对不起你必须要升息 因为通膨真的已经在起来了 10月份的通膨已经到 1.5个百分点 因为一人讲过一句话说 他要高压经济学 就是要让通膨更大 这件事恐怕 对于我们的川普 他可能是不能接受 因为你摆明了就是要让这些 所谓有钱人更有钱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他说绝对不能让有钱人 透过政府的机器 更有钱这句话 打动了这些老男男 对老白男 老白男的心 对不对 所以杰明哥从现在来分析 只要是股市安定下来的话 可能12月是有可能升息 是的 以目前来看 其实不论是 你看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美国升息其实三个指标 第一件是你的失业率 是不是降到5%以下 现在是 没错 第二件就是你的CPI 就是你的物价指数 是不是往上攀升 现在也是 现在超过1.5了 那第二个最关键的 就是你的工业 PMI采购经人指数 它已经创了近一年的新高了 制造业跟服务业 所以以这个角度 如果你在不做升息的状况 你会担心失控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升息的是 势必是一定要去走的路了 是 好 那再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 都是川普 这个当选之后 受贿跟受害的 先来看受害的 都是好业人 真的 我们来看到这位是全球富豪 他也名列前茅 在那个富比市 有钱人排行榜 然后名列前茅 这非常知名的 墨西哥的电信大横 叫卡洛斯史林 墨西哥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讲到这个人 他可能是 富比市排行前五大的富豪 曾经 很有钱 就是只差那个 微软的比尔盖茨而已 你知道有钱到不行 因为整个墨西哥电信 就他一家独存 就是你想象一件事 把中华电信 加上台湾大哥的 再加上电传 甲太全部加起来 这么厉害 那衍生的还有包括有线电视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立正在好有钱的人 结果他一天之内 他的钱消失到新台币 1611亿元 就是被川普害的 听到这个数字就已经很惊人了 因为说真的 我们现在台湾最有钱人的科技人 是这个我们的台阶的董事长 对 他连611都没有 好 所以这次消失 主要因素是什么 大家一定会说 怎么会瞬间消失掉呢 答案这件事情 就是要在墨西哥主起一个高墙 所以P所曾经在盘中 大跌12个百分点 但是现在期货盘显示出来 P所还在继续跌 所以他还在缩水当中 所以他可能是 这一次最大的苦主 仅次于叶伦 因为叶伦可能被败养 他损失的会很严重 好惨 这个是我们曾经是 富与四排 全世界最有钱第二名 结果现在你看他财产蒸发 那这位就开心了 我们来看这位是川普的 死忠的支持者 他有华尔街狼王之称 叫做卡尔伊坎 卡尔伊坎在川普当选那天 大家不是庆祝吗 狂欢 开趴 开到一半 他人跑了 来 杰明哥他跑去哪 他当然要去炒底 你想那时候期货是 那期货太惊人了 他实际上从900变700 所以整个市场是大跌的 然后突然之间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人选上之后 他的演讲就变得非常的温和 而且本来你知道那时候选完之后 他不是说Luck Hillary 要把 Hillary关起来吗 这是他最后选起的口号 可是选上的时候 群众还是 他说他谢谢 Hillary 对 他谢谢 Hillary 但是群众本来是说 还继续说把 Hillary关掉 把 Hillary关起来 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口气 而且他说一句话 他要让美国人有钱 他要让美国人增加 100万以上就业机会 他要减税 那你知道企业如果听到 减税的这个字眼 意味着他EPS 美股盈余 对 他减税是从35% 降到15% 那美股盈余要增加多少呢 对 所以美股就飙了 这里面其实当然这个时候 一定要冲进去 那我们要说明一件事 这里其实背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什么因子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 这个资本市场那么久 其实基本上一个基金公司 它又握有现金 大概你说8% 就已经是很高了 它其他的都要在金融商品上 对 所以差不多6% 就是一个很合理的数字了 但是因为这次选举 实在是太焦灼了 然后非常紧张 所以以至于大部分经营人 最高的基金 还要存到15到18个 百分点的这个现金 所以他们满手现金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发生了 留这么多钱 留这么多现金 好 我们等会谈谈 这个现金到时候 造成昨天股市 什么恐慌性的上涨 等我们来谈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立刻去炒底 所以他就这个 跟川普庆祝到一半 干一个杯 我先走了 他就跑去买股票去了 对不对 而且 他买多少 他买了10亿美金 300亿台币 恐怖 他其实恐怕还要再继续加码 因为现在起货牌 还是持续的往上涨 刚才我们分析师说句话 一定要炒到对方 整个弃甲归田为止 所以这次嘎得很厉害 好 来我们来看到 那到底川普当选之后 哪些领域可能比较有机会 当然首选 当然就是他自己的专长 他就是地产大亨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他所谓地产大亨 什么意思 不是那么简单 他后面一定有工具机 他后面一定有建筑师 他后面一定有土木工程 他后面一定有各式各样的 营造的这些专才 他很厉害 他造政 对 甚至还有列地的高手 有没有 他周围很多的朋友 除了刚才讲那位狼王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幕僚 也是建筑大亨 你知道这些人脑子想的事情 就是只要开一条高速公路 附近有个休息站 或者一条路下 附近就可以造政 繁荣起来了 所以他这一次已经又强调 未来百日当中 他就要将美国的交通的建设 蓝土要公租于这个全面 就是他的这个计划当中 基础建设要开始了 对 我们其实很在意的 基础建设已经包括了学校 还有机场 还有这个高速公路 那我们现在的关心 他是不是要盖高铁 因为如果他盖高铁 他真的是跟犹太人 直接面对作战的 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器 是反对高铁的 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就有例子 像我住竹北就很清楚了 这个高铁一开 他就像竹北市人口 从六万变十六万人口 六万变十六万人口 所以你只要有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附近的土地就会起来 而这就是川普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昨天在美股当中 飙上去的股票 都帮大家列在这边 随便抓龙头 基础建设钢铁股 昨天就飙了 这是美国钢铁 USD 那么涨了17% 对 另外这个工具机 刚刚我们这个 这叫做开拓重工 他涨了这个几% 7% 金融股 这个是JP Morgan 这个小摩 摩根大通 涨了4%多 还有生计 生计昨天飙翻天 涨7% 这个是辉瑞 所以这四大领域 都是川普他的受惠股 没错 其实这里面所看到的事情 像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是JP Morgan来看的时候 他是一路往上拉高 那么是包括USD 为什么要赶快冲 这里面所产生的要件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 基因公司满手是现金 对 那你没有现金 你怎么办 你看到别人冲的时候 一定要下去 那如果你把指数叫出来 不得了 昨天生计指数 在台湾的时间 11点半的时候 才4%多 最后收盘是收到9个百分点 你知道那前一天买的人 后一天今天卖掉 已经9个百分点 进到口袋里了 但我们要跟各位报告 更惊人在中国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 惊人手上的现金 这么的大 他肯定一定要冲进去买 那我们知道 这次就入股了 入股今天真的很给力 我们以为 这个道理 这个美国大选完之后 最倒霉应该是中国 其实没有 没有 中国最开心 真的 因为他知道 川普是商人 商人就是和气生财 对 好的 这一次给大家 为之经验的部分 就是来自于 上证指数 一直要冲破 今年新高 冲不过去 今年是直接过新高 那你可以看到 这已经是这个三重底了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 这个上海深圳指数 往上冲高 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看出端倪 因为在前天的时候 只跌了0.6个百分点 今天是上涨 1.3个百分点 那昨天 昨天也没跌 昨天我们跌了多少 我们跌到2.7 跌到昏倒了 2.9个百分点 小跌而已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他们就看出来 川普其实是对中国来说 是有利的 他不再去控制中国 那么换个言之 其实整个股市里面 不能显现中国人股票 昨天多么疯狂 昨天有个类股 什么类股 一口气涨了10个百分点 谁 铁矿石 铁矿石 那就是大家想说 铁矿石 煤炭 昨天是全面新大长 川普要开始 买堆铁要去盖墙了 没错 他现在 对 要盖墨西哥墙 不是 要做基础建设 所以昨天整个看起来 原物料的行情 应该是完全的一个冲上去 那以目前来看 就支持川普的 属于中西部的这些州 他们就是钢铁 就是汽车 就是原物料 煤炭 铁矿石 还有农产品 所以明显的事情是 川普未来的一个 很大的政策 一定想办法让农产品 以及铁矿石 煤炭的价格 持续的往上走高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 连石油也沾光了 那么它跟俄罗斯的和解 某种程度 不是要大量的生产 而是认为石油 还是美国经济 很重要的原动力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恐怕 从现在开始 是原物料大行情的第一年了 非常谢谢杰冰哥 杰冰哥今天帮我们来讲到了 很多的美国大学的一些小故事 还有就帮大家看到了 趋势在哪里 给您做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要赶快有请浩哥 不过再来浩哥 我们看今天盘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国际盘 大涨 大涨 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电子盘 现在都还在继续的往上走 但没有昨天那么疯狂了 现在涨了这个0.6% 0.7% 那我们来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股现在大涨 这个法国涨1%多 那德国也接近1个百分点的涨幅 我们的台股今天涨这样 涨2.34% 涨208点 开高就停住了 然后就大概收在这个位置点 但是我要请教浩哥是 今天涨200多点不是照理来讲 开心啊 疯狂啊 大家赶快进来抄底啊 对不对 外资卖了4.2亿耶 为什么 是 事实上 以今天台股的一个涨幅来讲 我认为 其实相对于美国的疯狂程度 我觉得台湾还好 也就是事实上 针对美国种种的利多 他们自己想象的利多 但反应在台湾来讲 或许就必须要打个折了 那为什么 比如说他刚才 这个川普他有提到 要把苹果 所有制造都往美国回去 对 那当然 政治人物的话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选举的语言听听就好 他会不会这么做 我认为可能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不会认为说 他马上怎么做 但是我们后续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听其眼关其心 到底他是怎么做 但是无论如何 对于台股来讲 今天只有200多点 跟美国是截然不同 你用只有 对 只有200 为什么我说只有 你要首先想想看 美国的现货 他没有开 他只开个低之后 又往上冲 对 对 我们至少要把昨天 不要講說黑黑吃掉 至少要把蝶斧把它還原 昨天的蝶斧沒有 昨天的我們開盤是在這裡 所以你不要說要過了這個 糕點不用 這是昨天的開盤 這個是平盤的地方 那我們至少要吃到這裡 有沒有 至少要把昨天的蝶斧吃掉 給一個日蠱好不好 日蠱今天就很強 如果我們今天長得像日蠱一樣 那就非常厲害 你看他把實體黑黑這裡吃掉 這樣子的話 他就表示說 事實上他對於他的疑慮去除之後 反映的是基本面 那對於台股來講 他確實在反映 台股就沒有日蠱這麼強 對 他在反映的是基本面 也就是說基本面 事實上我們就看這個 這一條就是什麼 這一條是季線反揚 所以他面對這個季線反揚 他有種種的一個憂慮 那當然為什麼這麼大憂慮 就如同剛才資瑜提到 給我們看一下外資的買賣超 期貨的 那我想資瑜就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大概就知道了 我們來看他期貨今天多單是只增加了 只要加一千 一千六百九十口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個 來我們浩哥最專業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在買賣權的部分 選擇權 選擇權現在的一個這個未平倉的一個狀況怎麼看 事實上我們首先要講到所謂未平倉這些口述來講 我站在上個禮拜來講是首先再翻成這個所謂空單開始 物件同時我們都一直跟大家做追蹤 所以你要特別留意在買進賣權的這個區塊不斷的攀高對不對 我們一直提到一直這都是屬於避險 你看今天又是大增的這裡 就真的將近有多少 四萬口就重倉在這裡 那這個東西就是很明顯的一個買進保險的一個策略 所以你看看他在選舉前 他來到相對的空單最高點 之後隨著選舉之後揭曉 哇 他吃了一大口 馬上把這個獲利縮小 那代表什麼 事實上他針對這一個部分來自於避險 那賢會避到了 我們馬上獲利了解 如果他持續看空抬股的話 他這裡不會補 所以他利空出現馬上回補代表什麼 他看到只是短期的避險 所以他避險已經達到避險了 200多點了 他馬上回補代表說什麼 他覺得恐慌部分區減小對不對 但是來到今天又大漲起來了 他又把它空回去了 代表說他隨著指數又回到基線附近 其實他還是不安全感 還是很濃厚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你看他現貨站在賣方 期貨多單不敢加太多 一點點最主要的因素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是特定的十大法人 對 十大法人 那我們在談到十大法人之前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這個美國公債 我想美國公債 我們再回頭來看這一張 美國公債的這個殖利率 我想是特別有意義的 為什麼這有特別有意義 在昨天的美國公債 十年起的殖利率 當天漲了多少 漲了20.3個基點 這20.3個基點 當日漲幅是要往前推說到什麼時候 2013的7月份才有這麼大的漲幅 等於是這完整的三年多沒有漲的這麼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它同時佔上2%左右的 2%左右是創下9個月來的最高點 那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它三重體呈現之後 代表什麼 直立力攀高代什麼 代表公債的價格大幅往下滑落 那為什麼公債的價格大幅往下滑落 因為它已經開始說明了 它要加薪要減稅 它要擴大QE 它要撒了很多的公債 那公債就像一個產品 我要撒很多的時候價格就會什麼 掉下來 跌下來 支率率就上來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台幣的 那一個你有沒有注意 台幣今天相對的沒有那麼強對不對 對 今天是貶值的 貶了1.3 很多人認為貶了1.3是不是在外資要全部撤出 不是這樣 它是來自於美元指數相對台幣的一個走強 那代表什麼 代表現在法人認為12月的QE 就如同傑銘哥剛才提到的 它可能會有升血機率高達到8成 所以今天大家有一些所謂短粹的資金 往美國回流 那既然要往美國回流 那代表說外資今天不敢大買 又必嫌對不對 那回過頭我們看看 這就是我要講的關鍵中的關鍵 那既然我談到這樣子 面對的季線的反壓對不對 上面有月線對不對 外資又不敢做多 應該這裡要看得非常保守 但是我要提到很多時候 十大法人會站在外資的前面 今天的十大法人大舉加碼的多單 加的速度非常快 來到選前的一個額度 那代表什麼 十大法人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現象 就是來自於所謂看不見的那一隻手 包括人家講的四大基金 那八大行戶 裡面有暗藏很多玄機 這個時間敢大買 我認為或許在短暫時間 會端出什麼讓人家有經驗的政策 也說不定 今天就一直盤中一直講說那個稅要降 當中稅要降 我覺得是不是這樣子 也有可能 是不是 我們期待一下對不對 希望通通降到都不用交易稅了 沒有那個可能 好我們來看到 那現在這就是大盤接下來的走勢 要請浩哥幫我們畫一畫 所以你看看這裡我特別要提到 這個是季線 它的一個扣底值大概是在這附近 那換言之在這裡隨時要怎麼樣彎頭了 所以你從這裡來感覺很危險 它面對季線反壓 而且季線扣底在這邊 隨時要彎頭像是 所以這裡又有一個月線的一個反壓 所以我認為關鍵台股關鍵的密碼就只有三天 大概三天左右 三天怎麼樣 這三天要很迅速的站穩的季線關卡 同時最好能夠把月線收復 那這樣子的話就有機會化學季線反壓的一個疑慮 那我想這樣子才能夠有機會 那如果在三天之內沒有辦法收復了季線 無論站穩同時收復了月線 那這時候我想它的震盪就會加劇 可能要盤了一個月以上 但是如果三天能夠站穩的話 那這個霸盤的疑慮暫時就可以化解 就比較safe對不對 好 非常謝謝這個浩哥 浩哥今天幫大家講得很清楚 這個接下來盤式的走法 先看三天 這個溫哥你先做啦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這個下一段回來 我們再請溫哥幫大家回答一下 你的持股問題 還有浩哥的選股不要錯過 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 2017全球投資家操盤軟體免費講座 固定當沖大戶多空 預判高低點 11月12號星期六 早上9點半 新竹 下一個消息